婦女? 母子都可以 母子我相信不是今天發生的 可能過五年或十年 只有一個粗口可以形容 你知道哪個字嗎? 我不知道 我聽訪問都是你一說起來 賴惠嶺就笑了 很搞笑 我都猜不到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因為其實我已經拍到天賓地暗 我已經拍到沒有表情了 監製走過來搭著我 我只是給了四個字 身心俱疲 拍和她的線 就好像充電器一樣 充電下去了 就很開心 加上她又古靈精怪 就搞得很多變化出來 這個戲之前 我對她的印象就是應該酷酷的 應該都挺認真的 但合作之後 就… 我只是說髒話 哈哈哈哈 原來都很好玩的 有很多我問她 不如試試這樣說 你也怕你嗎? 有甚麼不行? 原來真的甚麼都可以 真的只有髒話可以形容 你知道哪個字嗎? 我不知道 好搞笑 原來可以好搞笑 大家自己認錯 是的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因為我其實我真的不認識她 我是不認識她的 我是認識她在《伙計辦大事》 她又自己經常走到一邊 給我的感覺 在《伙計辦大事》 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她因為 角色有很多內心的東西 她是這樣的 但這個戲 我們完全沒有怎樣聊天 她一賣位一過來的時候 我問這個人這麼跳脫 這個人戴過眼鏡 很可愛的進來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同 每個人都不同 我看這個又漂亮又好戲 坐在旁邊 我很喜歡跟她合作 是因為甚麼呢? 賴慧玲 她非常認真 而且大家真的會拿著劇本 去研究這個劇本 前後會是怎樣 其實後面這樣 這裏其實是否可以這樣多些 或者是 咦 這樣再下去 我們後面那裏會是怎樣 即是會有這個溝通 所以我很開心 最後給你錢 讚我 我扔了一些新東西出來 然後馬神又很快 她好像很靠 好像很蠢的一個角色 但其實她在反應很多東西給我 有一場戲就說 你試試倒轉想會怎樣 倒轉想我們反轉 躺在梳化上 這次在這個戲裏強調了我很有趣的一面給大家看 這次我看到很多評價裏 我未見過賴慧玲這一面 反過來 你做戲最開心就是 可以拿自己的不同的東西出來 去演繹一些 你平時生活可能不會經常去 被人看到的一面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 原來我都很少演喜劇 都真的挺好玩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兩份功課 要做兩份功課 要代入兩個不同的人的世界 在同一時間 當你是窮那個扮有錢 再扮窮的時候 觀眾會否混亂 我們會去想 但現在出來了 我覺得真的厲害 在你演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 那樣可以由窮扮有錢 再扮窮 那個層樓很強 我坦白說 這件事真的幫了很多 婦女 她 母子都可以 母子我相信不是今天發生的 可能過五年或十年 有沒有這麼快 我會好好保養下去 我覺得這次很有趣的化學狀 是我經常可以欺負你 你不覺得這個化學狀很有趣嗎 所以如果做婦女 就是你很不生性的時候 生了我出來 女是可以欺負爸爸 我覺得好像已經很好玩 大家還沒看 她看下去其實是 她其實很喜歡我 按住你 大家現在覺得 她好像在欺負我 其實她內心很愛我 是啊 是啊 大家也想不到 大家覺得這條搞笑線 你也想不到 原來可能是真愛在這裏發生 不是 這個不是正正我們那時候 沒有人不刺的 那樣東西 我們經過這次 因為這部電影 她經常扮演這段路 我應該拍一些風塵類子 好啊 我覺得可以再比很多 給大家看她一個很Raw 很Raw 可以很無聊的那一面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看 很好玩 我覺得可以去盡一點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